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姓名笔画男人 节身自爱不会受外界的诱惑 这题有点难 为什么 而且现在越来越难 对 现在要节身自爱的人真的很难 就像说去参加一个同学会 那有可能 他已经乖了五十年 但就在最后那一刻 那个同学会 他还是破功了 现在最近很多这种事情 我知道很多老婆最恨老公参加同学会 他明明都已经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 已经这么久了 但是一个同学会还是一样破功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题比较难的 就是一定要对到人格跟地格 就是说我们要有定力比较够的人 我们一定要人格跟地格对到 就是说当你的人格有二十四块在对到 地格有二十四块的人 不是耶 你 你是 对 今天这个是比较难的 一定要对到才算 所以当你人格二十四块对到地格二十四块 还有人格二十一块对到十四块 还有二十三块对到三十二块 这种都是定力比较够的人 就是说盛梅你虽然是女的 但是你对到你也有这种定力 你看盛梅平常在聊天很好聊 但是真的要她怎么样的时候她还不见得 因为有二十四二十四的人 她在做任何的事情她都清清楚楚 我要什么不要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因为一定要自己能够管自己的人 才会有定律 如果你自己都管不了你自己的时候 你是很难去有定律的 所以有这些比划的人 她是很能够控管自己的 有的人是很难控管自己的 包含比如说你要买一样东西也好 或者做一件事情 你都会思考到这个后果我能不能承担 我能承担的时候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很多男人是不会去思考 我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如果能承担的时候我才能会做 虽然我也有动心 但是我在动心的当下 我一定会去思考后果 最怕就是不思考后果的人 他就没有定律 他就很容易就是失控 那像有这些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都清清楚楚的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种 家就是比较爱家的 人格对地格 人格有十六化 十六化十七化 二十一化二十七化 十五化跟十七化的 是 有这些比划的男人呢 比较爱家 我们之前不是常在讲什么 十七化二十七 十七的 这种男人呢 他婚前婚后会判若两人 因为婚前的时候 他会对你非常非常好 但婚后的时候 他就开始回到务实面了 他觉得我们两个结婚了 我应该要照顾这个家 所以他就会开始把他的心思 完全用在工作上 但他的爱家 他的顾家是 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要给你们最好的环境 我要给孩子以后 读最好的书 最好的环境 所以他开始就会忙于 他的工作职场上 就会非常非常用心地 开始工作了 那他呢 工作完他也是会准时回家 但是他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 比较累了一点 所以比较没有情趣一点 所以有一些女人呢 嫁给这样子的男人呢 他婚后会抱怨 但是其实呢 现在要找到这种 就是顾家爱家的男人真的很少 因为他为了爱这个家之后 他可以开始 他可以开始牺牲跟男人去钓鱼 去打麻将 或者是去夜店 或者是去有他自己的兴趣 然后可能想要骑重机 他也可以放弃掉 他为了爱这个家 然后他也可以为了这个家呢 可能就是哪里也不去 他本来自己也爱玩电脑 或爱玩什么 但是他回到家里之后 他可能也会帮忙换尿波 有一些男人是不愿意的 不愿意做家事 但这些男人还算不错 还算愿意回到家里 愿意做家事 一个不够爱家 不够爱自己的小孩的人 也很容易受到外面诱惑 那这些有定律的男人 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回家 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去 幼儿园去接小孩回家 所以朋友找他出去 他会比较没有时间 因为他已经养成他的生活习性 你知道一个人养成生活习性的时候 如果即使我对这个女生 跟A君有点兴趣 但是我时间到不行 因为我每天就是 得这个时间去接小孩 所以就因为他的生活定律 而控制了他没有在外面去发展 也就会比较 就是比较会爱家 然后比较不会受外面诱惑 然后所以有以上 这两组比划的人 其实都是比较不容易受到 外面诱惑的男人